哈喽各位玩家大家好 我是阿曼VR的姐夫 之前我的腿受散了不方便拍节目 所以给自己放了个小长假 顺便去旅游 不过旅游时我也没有闲着 玩不了VR里的激烈运动游戏 我可以玩AR眼镜啊 刚好最近我经常带着拍节目的 EMO AIR 2有重大更新 而且荧幕的新品EMO GO 也刚好拿到手了 感觉这副眼镜相比起EMO AIR 2 在便携性上更有优势 同时也有些新的玩法可以挖掘 今天这期视频 我会分享一下EMO GO 有些什么好玩的地方 以及EMO AIR 2的大更新 最后对比一下两者之间的区别 告诉你AR眼镜应该怎么选 首先感谢荧幕科技 对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 当我把EMO GO拿上手后的第一感觉 是十分轻 官方数据是52克 我戴了近视镜片后是61克 而EMO AIR 2 戴了近视镜片后是114克 EMO GO吃了接近一半哦 这个重量我戴了一整天开车 都不觉得累 而且不夹头 同时这两款眼镜 也可以加上墨镜片 一镜两用 特别要说EMO GO这块骑士墨镜片 挡紫外观非常厉害 我在猛烈阳光下用相机拍照 有时候会发现相机屏幕黑了一片 就是这块墨镜片把光线都挡住了 而且无论是屏观镜还是墨镜 EMO GO的造型上更适合日常配戴 你们更喜欢哪一个造型呢? 戴出外后 我最常用EMO GO的功能 就是当做蓝牙音乐播放器和消息通知 类似于音频眼镜 不用带着耳机就能听音乐 还是挺爽的 而且能正常跟其他人沟通聊天 声音从两边进腿这个位置发出 音质方面我个人比较木耳 觉得是能听个响的水平 比手机的外放好 在大街上把音量谈到最大声也能听得清 如果是比较安静的环境下 把音量占到一半多一点 周边的人就听不见你的音乐了 确保了隐私 如果是用QQ音乐或者玩一云音乐听歌的话 甚至可以同步显示歌词在眼前 对于普通话比较弱的我来说是非常有用的 另外由于眼睛连接了手机的关系 手机的消息也会同步出现在眼前 不会错过任何的信息 而且最新的版本更新 多了一个佩戴检测功能 破晒眼睛后音乐会自动暂停和自动视频 能省一点电 说起电就一定要说续航了 官方不要称续航7个小时 待机4.5天我实际用上也差不多 开最大音量听歌加上其他的功能 可以使用6小时左右 日常上班或者外出一天算是够用了 emogo上我用的第二多的功能 这是日常导航 出去玩的时候景区太大 非常需要导航 看手机虽然也行 但是我要推着婴儿车 有时候不方便腾出手来操作的 这时候眼睛上显示导航信息和语音提示的作用 就非常大啦 emogo的导航需要在手机上下载好百度地图 在右眼会显示单绿色的导航信息 也可以关掉屏幕只听语音 加上自己的歌单音乐 在旅游时带娃 解放双手的感觉是真的很棒的 emogo的第三个功能 我用的比较小 这是翻译了 经过最新的更新 可以选择手机或者眼睛实应翻译 而且新增支持韩语和意大利语的翻译 我觉得准确率有8成吧 根据手机网络的速度 翻译的及时性 我觉得是就及时能用的水平 你好 可以看看用来翻译韩剧和意大利语对话的效果 我个人认为这个意大利面 就应该办42号护泥土 其实萤幕系列 我经常用到的功能就是提子器了 从一代用到二代 到现在的emogo也同样支持 在手机上复制粘贴文字到EmoLens App 眼镜就会显示文字 利用金腿车庆祝翻页 这个看起来不太优扬的方法 在最近的更新里 终于解决了 可以连上萤幕官方 或者第三方的蓝牙戒指 透过实体按钮去翻页 相对于提子器来说 会更加自然 也是我用了这么久 萤幕眼睛的原因 在我看来 与其说emogo是AR眼睛 我更亲像把它看作比 音频眼睛更高阶的智能穿戴设备 有轻烂化和长续航的优势 同时挣在了右眼的一块显示屏 多了一点趣味性 造型上更接近日常佩戴的眼睛 切换成墨镜出外玩也没有问题 同时emogo也和其他音频眼睛一样 只要蓝牙连接手机就能操作 比较容易上手 EMO Air 2的定位 我觉得是带有 上目显示的安卓平板眼睛 可玩性比较多 更适合喜欢折腾数码的极客玩家 例如我可以安装第三方启动器 一改眼镜的预设界面 放几套小电影墨鱼时看 或者利用摄像头做到OCR翻译 除了语音以外 还有这个OCR翻译 最神奇的是可以这样移动 还可以保存 最近的Lildolf Air应用 Imbroverse也开始内测了 能够把虚拟物件和文字 放在家里任何角落 做到虚实结合的感觉 点赞 关注 投币 看 可以看到这个侧面了 哈哈哈哈 有点意思 甚至还有更多有趣的玩法 还没挖着出来哦 总结一下 如果你的需求是比较简单的 新式提示类 平常主要用来听歌的话 选EMO GO就没错了 基于想有更丰富的 App生态和AL体验 更多的玩具空间 或者偶尔摸鱼看视频的话 EMO AIR 2 这是你的最佳选择啦 在明确自己的需求下 你会选择EMO GO还是EMO AIR 2呢 你觉得AL眼睛应该解决些什么问题 才可以更加普及呢 可以在弹幕和下方朋友区一起聊一下哦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有其他补充剂料 我会在下方朋友区留言 喜欢这影片的话 不要忘记点赞和分享 支持一下姐夫 还有订阅我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 第一期间接收我的更新通知 姐夫在B站以及Youtube 都有自己的账号哦 这里是常玩VR 一个集愉快天 和应该造成的XR号 准备到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